哈囉大家我是賈斯柏 本期影片呢 來談一下悲傷的故事 中概股的故事 那我們就開始吧 各位第一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我知道很多很多的一些機構 法輪都在建倉 可是各位你看 我這個下降通道一畫兩條線 然後呢我又用粉紅色線去圈起來 1234 這幾次都是 站上了機線 結果呢 又沒站穩又跌下來 哇禮拜五啊各位啊禮拜五看起來綠K啊 好像微微跌破機線啊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手上阿里巴巴 你要小心一點啊 你真的是要小心一點啊 因為呢 你看之前的經驗就是 沒站穩的話就往下滑一坡 滑一坡滑一坡 所以大家好 季線保衛戰啊 當然你說賈斯柏 我錢多啊 對不對 我200億美金啊 阿里巴巴我跟他本多終勝 那我真的佩服你 請問你公司有沒有缺人 我可以幫你開車 要不然啊各位啊真的 他這個下禮拜我覺得真的很關鍵 你一定要看喔 阿里巴巴他到底技術能不能站穩 他沒站穩喔 那真的是完蛋耶 可能他在滑 中概股這麼弱啊 各位你要知道啊 阿里巴巴 即便他不是第一名 至少也是龍頭之一吧 對不對 連龍頭之一都這麼弱 中概股這麼弱 大家怎麼共同富裕呢 對不對 下面有這隻百度 百度去年的時候漲很兇 去年喔 哇真飆車呢 從幾十塊錢 一路漲到300多塊 漲非常兇 漲七八倍 結果今年再一路滑滑滑滑滑 哇這個 太爛了吧 還中國第一搜尋引擎 幫幫忙啊 為什麼為什麼百度這麼的爛啊 你看看人家Google啊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把Google給貼上去 如果說Google一貼出來 那是這樣子 的形狀 百度一貼下來 完全死亡大腳叉 這個形狀也差太遠了吧 所以這個百度你 幫幫忙吧 而且各位 禮拜五你看喔 他雖然說沒有像 阿禮爸爸跌破極限 可是他已經很接近極限 那當然呢 假設沒有 接近極限可以買 理論上是 可是你停損就是要做好 千萬不要跌破 你萬一跌破極限 那可能 又繼續往下探 下面 Bilibili 大家都知道嘛 Bilibili 二次元嘛 對不對 雖然說真的 我也不知道二次元什麼啦 我畢竟也是三幾歲了 對可能 我聽說 Bilibili好像是 刀分是十幾二十歲 的人在用的 的一個網站 那不管怎麼樣 各位 我們就 就事論事 我畫了兩個 黃色圈 他 往上突破 只要沒站穩 就往下跌 那禮拜五 又 好像是跌破了 這個季限 下禮拜如果他守不住的話 就引來 二次元的下跌 下面有EDU 新東方 各位啊 你看一下 真的很弱 真的很弱 很多很多很多 我記得 在四塊 五六塊錢 就是跌到 一點多塊錢的時候呢 哇 好多博主 啊 超底啊 新東方啊 好啦 超現在 就吃吃的等啦 就一直等 一直等 那當然啦 他今天站上的地線 必須說 看到了一線生機 因為 至少代表 這上個月來 大家的成本 都差不多了 可是說真的 我覺得 中概股說真的 不知道怎麼搞 真的很弱 如果說 我只能這樣講啦 當然是有點開玩笑 如果說 新東方 他這個季限 沒守住 假設沒守住 那不得了勒 那可能他繼續往下跌大波 喔 賈士博 兩塊錢可以跌到哪去 你怎麼知道他不會跌0.5塊 兩塊跟0.5塊 差了七成五 各位 而且如果說 基線守不住多 新東方是教育的代表嘛 如果說今天教育好 那代表市場需求多啊 那如果說今天 新東方 這個 下跌的話 代表沒需求嘛 沒需求 代表 年輕人要躺平啊 要當上學大神啊 不是要教育喔 下面是NEO 這NEO跟特斯拉差太多了吧 各位你看 賈士博怎麼會有兩條線 畫到這樣 像毛毛蟲一樣 歪歪歪歪在 這個畫面上 對 我真的想 畫線喔 我都不想認真畫了 我就隨便給他畫兩條線啊 很弱 真的很弱 不過當然有一點好處就是說 你看喔 這個下飄期啊 好像有點突破 對 沒錯 第一個 他突破下飄期 然後第二個呢 他也在基線上面 可是呢 我還是希望 大家 如果說對你有興趣的 你要小心啊 他不要去跌破基線 好比說現在價格是在39 那你就要注意喔 不要去跌破37 不要跌破37 然後第二點呢 NEO不是說東方特斯拉 一直講 我記得去年說 NEO從兩塊錢 漲到60塊錢 漲到30倍 所有的力多 東方特斯拉 這個NEO 他甚至比特斯拉大勝一籌 靠 這個特斯拉1000塊錢 前幾天的時候特斯拉 馬頭顧 馬斯克已經 已經變成是世界首富了 為什麼特斯拉長這樣 為什麼NEO是長這樣 差特斯拉這麼多 還東方特斯拉 笑死人了 東方神秘力量長這樣 那這力量 太爛了吧 這個力量是什麼 是消滅嗎 Disappear嗎 所以說真的我連畫線都不想畫 下面是這個 拼空空 他只要站上季線 我就叫他拼多多 我願稱你為最強 不好意思你跌破季線了 我只能說你是拼空空 而且 各位可以看 他領先 他領先阿里巴巴 禮拜二三四五 這四天就跌破季線 各位你可以看 粉紅色 他往上 結果呢 反壓沒過 往下跌 連續四次 連續四次 而且都是 跌跌跌跌跌 所以各位喔 真的 投資中蓋 我覺得 很慘 是 中蓋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要滅亡了嗎 好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耶 有沒有人可以給一些 合理的解釋 反正呢 這個拼空空 只要他跌破季線 各位基本上 你最好就不要碰 他站上了 你可以把他買回來 但他跌破了 你基本上應該要遠離 我說拼空空 你乾脆歸零好了 好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啊 那當然你會覺得 賈斯波 你講話講那麼直 都一直在 講 這個中蓋股不好 我只是講事實啊 我只是講實話啊 很多人說 什麼什麼 分析師 看多說多 看空說空 難道不是嗎 今天他站上了這個季線 我要說我可能會跌喔 今天跌破季線 難道我要說 他要漲喔 我覺得會講這種人的那些酸民啦 是腦袋問題 還是說眼睛 是 跟人家看的是相反東西 本來就這樣子啊 我們操作 就跟水一樣嘛 你今天站上了一些關鍵點位 那你就是 做多嘛 對不對 你要加嗎 今天他跌破了 你要嘛就停損 除非說 你今天是買美國大盤 那或許呢 你心臟比較大顆 你就可以去做一點逆勢 但是那是適合高手 一般的新手的話 還是不太建議啦 好 那最後結論喔 總之呢各位 今年來看 美股還是不斷去創新高 那中概 就是跟垃圾一樣 我只能說垃圾 在座的各位 不是在座各位 今天所介紹的這些 的 個股 都是各方的大龍頭 都是垃圾 都是垃圾 當然 我希望他們趕快 趕快站回來 可是說真的 中概股 這麼一決不振的情況之下 我只能說 喔 今年2011年 2021年 是中概股的 悲傷的一年 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